使得凯莉在严刑拷打下并未屈服 而演讲者问凯莉知道自己同事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凯莉说是你兄弟的同比例模型吧 演讲者赞叹了凯莉的顽强 并告诉凯莉这是真话剂 它会攻击神经末梢 并使人的每个神经像电钻一样钻着 随着命令 药剂注入凯莉脖子 随着凯莉痛苦的喊叫 演讲者拿着解药凝笑着继续逼问凯莉的队友在哪里 凯莉痛苦的嘶吼了起来 艾德潜入听到了凯莉的痛苦声音 演讲者还在嘲讽凯莉之前讲的冷笑话时 阿罗拉徒手撕开放门 艾德和克莱尔对着守卫救舍 放倒守卫后 赶快查看凯莉的状态 阿罗拉举起演讲者逼问凯莉怎么回事 演讲者交出了几药 随着克莱尔将药剂注入 凯莉尝出一口气 看到凯莉无恙后 艾德起身询问你就是拉克吧 你的名字很烂 克莱尔告诉拉克 我们再帮你 拉克却大笑我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帮助 艾德告诉拉克 你的世界就是漂浮在宇宙里的一艘生态战舰 不到六个月就会被恒星的引力轻引烧死 拉克却说你的脑坏了 不要在这里口出狂言 多拉尔创造了一切 男孩却点破了拉克的眼妆 并说他其实知道真相 凯莉也确认 他明白一切 不然不会对我言行拷打 拉克无奈地说 宇宙不知我们看得的这些 当然有可能 但是那又怎么样 按照你们说的去做 我们的世界会吃力破碎 医务官惊诧地问 六个月后你们就要毁灭了 你是不是哪儿不明白这句话 拉克说 仅凭你们的一面之词 我就要相信吗 艾德舰长拿出通讯器指着上面的战舰说 这是我们的战舰 鲍威尔号 再看这个 这是你们的战舰 但是拉克回复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不会打破我们这套运行千年的秩序 凯莉质疑 拷打 公开处决 这是秩序吗 艾德看着油盐不敬的拉克说 既然这样 那我们走吧 但是你抓了我媳妇 好好睡个觉吧 拉克随着枪声倒下 革命者带着艾德一行找到了一个地方 拨开杂草 他告诉艾德这是禁地 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艾萨克说 这个键盘好像还能用 说着接触键盘开始破解密码 一番操作后 密码被艾萨克破解了 艾德他们进到了里面 这是一个电梯 艾德说 上去试试吧 电梯门随着按下合拢 再次打开 艾萨克说 我们应该在战舰的剑桥上面 男孩望着外面漆黑的太空 惊讶地问艾德那是什么 艾德告诉他那是太空 男人感叹我时常会想象外面是什么样子 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 艾萨克在操控台发现一条录像 说着便打开了录像 录像里面的男人说 我是多拉尔舰长 这是为了探访另一个行星 建造的第一艘战舰 我们的世界很偏僻 就算最近的可居住行星 也要航行一百年 我们计划用三代人到达 但是我们遭遇了等离子风暴 引擎受损只能在宇宙中漂流 除非重启引擎 这艘生态战舰就是我们的家 食物和水都能再生 生存数千年不成问题 但是宇宙广阔 我们黑暗又孤独 录像播放结束 艾德感叹 他们不断反应 却最终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艾萨克此时却说 经过检查 引擎故障可以修复 需要24小时 而且 飞船的顶部是可以被收起来的 艾德惊讶地说 这东西还有天窗 于是让艾萨克打开 随着古老飞船外壳的分开 飞船内部的天幕也逐步分裂 星空逐渐显示在这个世界 每个人的脸上 这个世界没有夜晚 数千年的历史上 太阳也从未落下 拉克扒开人群 失神地看着头顶显现的一切 艾萨克报告 飞船通讯长通 他收到了信号 奥威尔号回来了 革命者问艾德 我们该何去何从 艾德说我会通报联盟 他们会派遣特殊小队 对你们培训 你们不久后 就会自己驾驶自己的飞船 革命者说了谢谢 他的脸上洋溢着自信 看着外面的茫茫太空 说 我们的未来 而此时 奥威尔号也已经返回这里 于是众人再次返航 让我们期待他们的 再一次出发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